电影天堂2018V66227本文由电影天堂原创,转载清联系授权说起纯爱篇,你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部,是台湾的蓝色大门, 剩下光年,不能说的秘密,还是日本的情书,恋空,属于你的我的初恋,韩国的纯爱篇就更多了,我脑海中的橡皮操,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,除菊,假如爱有建议,处不到的恋人,基本上都是让人哭成狗的纯爱篇,这些纯爱篇中的爱情,大都不是你好我好,大家好的幸福结局,失忆,癌症,车祸,穿越,鬼神, 这些现在看来很狗血的元素,总能成为电影的催泪但,近几年,纯爱篇少了,扯着大嗓门互似乎逗的烂眼片多了,偶尔看到一两部纯爱篇,反而很喜眼,今天要说的这部《现在去见你》,就是一部集中了诗意,癌症,车祸,穿越这些狗血元素,但却让人忍不住呼成狗的纯爱篇, 这部电影的主演是女神孙玉珍和男神苏致谢,孙玉珍最近因为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的热播而备受瞩目,已经36岁的她毅然白得八光,和小狼狗演爱情戏毫无违和感, 现在去见你中的孙玉珍,总能让你没想到假如还有建议中的朱喜,不愧是斗铃女神 电影开始,是一个感人的绘本动画故事,这是林秀啊讲给儿子志浩的睡前故事,也是志浩在妈妈去世后唯一的希望,天国与人间之间,有一个地方叫云国,那里是将要出往天堂的人,在亲人还没有忘记他们之前停留的地方, 来到云国的企鹅妈妈,一直放不下人间的家人,她偷偷乘坐雨滴列车回到人间,见到了哭泣的小企鹅,企鹅妈妈和小企鹅一起玩耍兮兮,并教她独自生存的本领,雨季快结束的时候,企鹅妈妈必须要离开了,她和小企鹅微笑着拥抱告别,他们都等待着下一个雨季的到来,在妈妈因为生病而去世后, 志浩就在等待雨季节,她相信雨季到来的时候,就能见到妈妈,爸爸雨正为了不让志浩伤心,一直不忍心出破这个美好的谎言,妈妈曾告诉志浩,即使十枚四叶草就可以许愿,志浩一直不忘找寻四叶草,她想要许下一个将雨季永远不要结束,让妈妈永远不要离开的愿望, 秀良去世已有一年,父子两个生活依然笨拙而没有希望,衣服的扣子总是扣错,袜子总是一长一短,家里总是乱七八糟,做饭也总是糊糊,这哪像个家吧,每当爸爸不在家的时候,只好就会跑到妈妈的衣柜里睡,或许妈妈生前的衣服上还残留着她的味道, 而宇正总会在深夜独自看着曾经一家三口的录像,气不成熟,雨季到来的时候,在车站,父子俩竟然真的见到了不知鬼的秀良,虽然秀良完全不记得自己有丈夫和儿子,但愿能回来对父子俩而言就足够了,小小的志浩对妈妈的回来只有纯然的欢喜,宇正做,为大人一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 一边小心翼翼的靠近这个思念已久的人,相处中,秀良向雨震问起他们的过往,雨震就向秀良讲述了那段有笑有泪的曾经,这段爱情是游泳特长生非学霸,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哭笑不得,雨震充分展现了错误的追女神方式,体育课挑划儿子,雨震踩到了秀良的鞋子,就蹲下用手去擦女神的鞋,起身的时候, 雨震的头撞到了杏雅的下巴,撞出了笔血,不知所措的雨震手忙脚乱,去擦杏雅胸口的血迹,一次好好的机会,慌了,两人高中三年才没有说过话,毕业后,雨震鼓起勇气找借口约秀良见面,借口竟然是,我的笔还在你那里吗? 很贵的,见面那天,雨震上身穿了大号的眉红色西装,下面穿了背带短裤,头上涂了厚厚的发焦,再帅气的人也经不住这般折腾啊,关键时刻还是向雅先主动,两只手终于牵到了一起,两人约会了三次后,雨震发现自己,得了某种不能剧烈运动的病,再也无法快跑,无法游泳, 沮丧的她跟秀良提出分手,没想到分手后,秀良来找她,并且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她,之后生下了志浩,一副一月的相处中,一家三口的感情越来越好,亲情和爱情都回来了,日子变得欢欢温暖起来,家里也变得干净整洁,但雨季总会结束,离别也正悄悄逼近,知道自己即将和家人分离的秀良, 交汇了志浩做饭,洗衣,打扫房间各种生活技能,她和志浩约定好,好好守护爸爸,秀良还拜托雨正开蛋糕店的朋友,让志浩在二十岁前的每个生日,都能收到妈妈写的生日贺卡,秀良离开后,雨正通过秀良的日记才发现,在雨季回来的那个人并不是姓雅之后的回魂,而秀良也不曾失忆, 在姓雅的视角里,她和雨正之间的爱情是另一番模样,现在去见你虽然剧情俗套,但她对心情,爱情,家庭的细腻刻画,还是能漫无意识地击中人心,电影清新的色调和唯美的摄影也是一大亮点,随手一劫就能当电脑桌面, 同样是车祸,阿正,十一,春月,为什么中国的很多电影拍出来是狗血,韩国拍出来就是煽情 第一,演技加分,孙艺珍,苏智希不仅颜值高,演技也在线,孔孝珍,金贤手等人的客串也十分惊喜,饰演志号的小演员只要一哭,影妹就想跟着哭,演技的自然不浮夸,很大程度上稀释了狗血人数,从而带观众走进这个故事,相信这个童话,第二,真实可改的细节是根本,国内很多电影, 只有元素的堆积,只有悬空虚假,却忘了真实的细节,比如小时代,虽然并不是魔幻奇幻科幻奇才,但辅导化和剧情的处理,并不会让人感受到现实和真实,现在去见你,虽然是奇幻电影,虽然在逻辑上不乏漏洞,但是细节说人,看语圈家里的陈设,我们能清清楚楚感觉得这就家的样子, 看电影中所有的角色,我们都会觉得这就是真实存在的人,与正和志浩不能自理的生活细节,与正参加儿子运动会,因为想要志浩开心,所以拼命跑第一,小朋友的妈妈说志浩一看就是没妈的孩子, 这些现实的细节,都是能让观众感同身受的,却总是被国产片所忽略,现在去见你,虽然悲伤但却温暖,虽然信仰在雨季结束的时候离开,但父子俩的生活却实实在在的改变了,他们不再是行事走肉,不再把生活弄得一团糟,他们带着和秀雅的约定,带着他们对彼此的爱, 充满希望的生活状,像是秀雅从未离开一样,下完是极剧透,其实,雨季中发生的这一切,不仅改变了父子俩,更让秀雅面临着生死抉择,如果你预先知道了做出这个选择后的不幸结局,你还有勇气做出这样的选择吗? 秀雅在还没嫁给雨震时,因为一场车祸穿越到了八年后的雨季,即使秀雅知道和雨震在一起后, 会在32岁死去,她还是义无法顾的奔向了雨震,奔向了她心中的幸福,然后珍惜和家人的纷纷描描,向死而生,秀雅在日记里写道,我的全部时间都去爱了,是美好的人生,因为这最后的法转,现在去见你有了格外动人的意义,and